近几年来,刘涛可谓是一直活跃在荧幕之中,短短几年的时间,刘涛不仅只是成功地塑造了欢乐宗中的安迪,老牙榜中的迷皇郡主,蜜月传中的米叔等角色, 而且现在的刘涛演艺之路,可以说是全面开花,更是被大家堪称为国民媳妇。 前几个月,由湖南卫视推出的经营企业来观察真人秀节目《亲爱的客栈》,在节目当中,刘涛与王柯平平秀恩爱,简直羡慕此类一大波单身狗啊,如今已收官了。 然而王柯在喝醉酒后吐出真言话语,使得众多网友们纷纷猜测,王柯是否是从内心里就瞧不起妻子刘涛呢? 王柯坦言表示,妻子就是来钱很快,不过偏偏刘涛就是演员,而且得拍戏。 这番言论难道不在暗等妻子吗?虽然王柯说的这句话的确没有错,妻子确实比那些可言工作者来钱更加快,上个演技竞演类力之类节目,演员的诞生就有八十万。 安德尔贝比拍一部戏就有几千多万的酬劳,而刘涛更加牛掰了,为了绑住丈夫王柯还清债务,他选择付出拍戏,一年接拍了二十多部作品。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很忙碌,不但叫拍戏,而且还要照顾着自己的家庭,而伙伴们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光鲜亮丽,却殊不知刘涛的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与心酸。 然而为了帮丈夫还清债务,刘涛用了三年多的时间,就帮丈夫王柯还清了四个亿,可谓是只有经历过共同的患难,才得以看出自己妻子对其的真实感情。 由于对丈夫的不离不弃,同时更是取得了外界的一句好评,用三年时间挣了四个亿,想必就要是放在普通。 而平凡的老百姓身上,难以达到这个效果吧,那些曾经为国家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工作者,相信也不会像演员一样,拿到他们那样如此之多的酬劳吧。 所以说,这也足以说明了王柯久后吐出的真言,的确说出了大实话,但是对于此番言论,却被妻子深深地给打脸了。 刘涛回忆,自己难道不是依靠着细字养女的吗? 自从王柯破产之后,这几年来,确确实实是刘涛像拼命十三娘一样赚钱,就是为了帮丈夫王柯还清四个亿的财务呀。 这般言论谁都有资格说,但就是身为刘涛丈夫的你不可以说。 对于此事,小伙伴们怎么看呢?